这是一道送分题 有粉丝说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潜水僵尸在吃完东西后 前进速度会比原先更快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嘿 这是真的 B 这是假的 C 我是打酱油的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这是真的 潜水僵尸在吃完东西后 前进速度会比原先更快 第二题 基础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冰耙会对僵尸造成单体伤害 那当大量冰车僵尸靠近 D次是造成单体伤害 还是群体伤害 A 第次只能消灭一个冰车僵尸 B 第次只能消灭两个冰车僵尸 C 第次能消灭全部冰车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C 第一次能消灭全部冰车僵尸 第三题 一错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当普通僵尸被寒冰箍冰冻后 我们可以用火焰豌豆解除冰冻效果 那当投尸车僵尸被寒冰箍冰冻后 火焰豌豆能帮投尸车僵尸解除冰冻效果吗 A 能解除投尸车僵尸的冰冻效果 B 不能解除投尸车僵尸的冰冻效果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火焰豌豆不能解除投尸车僵尸的冰冻效果 第四题 判断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巨人僵尸能一下砸扁高坚果和花盆 有粉丝说 当巨人僵尸砸一下的一瞬间 铲出高坚果 巨人僵尸就只能砸个计划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 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 附加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当独暴僵尸的报纸被打掉后 眼睛会变成红色的 当红色眼睛的独暴僵尸 吃下大蒜后 会发生什么 A 眼睛依旧是红色的 B 眼睛恢复正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当红色眼睛的独暴僵尸 吃下大蒜后 眼睛会恢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